然后我们麻油讲说 要分辨真面还是假面 很容易吧 我看蚂蚁有没有去吃 如果不吃糖的蚂蚁 应该是有休闲的 那你演艺师你提到 刚好手上有一个疤痕 这是心伤 这是不是很有救吗 如果说刚刚发生的时候 你马上抹 那个伤口很快修复 要不然就再割伤它再来啦 要不然就再割伤它再来啦 大家好 市场上的蜂蜜零零总总 从最便宜的10令吉一罐 到最贵的几百令吉一罐都有 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款蜂蜜 厉害啦 它可以说是一口蜂蜜 一口黄金 它叫做加拉蜂蜜 那么加拉蜂蜜呢 就被世界公认为是蜂蜜中的 液体黄金 那么为什么它会被公认为液体黄金呢 为什么它那么厉害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名专家 我们有中医师严医师 大家好 是的 以及营养师Edward 嗨 同时我们也有两名美女的嘉宾在现场的 我们有我们的新闻主播运传 是的 以及我们的美食部落客静怡的 大家好 是的 那么一般上我们说到这个顶级蜂蜜的话呢 比较多人知道的就是 Manuka Hanima 那么就是如果我们聊到这款加拉蜂蜜的话呢 它又是怎么样的一款蜂蜜呢 其实 基本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Manuka 蜂蜜呢 它是纽西兰的特产 那纽西兰呢 通常这个Manuka 它是一个比较小棵的树 十多 十多meter 它最高是能够长到十多meter 那加拉呢它就不太一样 它就能够长到几十meter 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大树 所以加拉蜂蜜呢它是在澳洲西澳那一边的特产 就是只是在西澳才会有 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它是每两年开一次花 对 两年开一次花 然后因为它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棵的树嘛 所以一般上因为它树大嘛 根就会长 那根长的话它吸起的营养就非常多 生产出来的花蜜它就有很高很高的疗效 那一般上呢 如果是根据整个澳洲的一个调查报告呢 就是说具有疗效的这个这一个加拉呢 它是TA如果是30以上的话 那只是占澳洲的总产量不到0.6% 所以是非常非常少 你说到这一点的话 就是如果一般上我们去买蜂蜜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看到那个产品的包装上面 都会有就是有你说的TA值 然后还有好像还有其他几种标志的 我不是很记得 对对对对 我们的外行真的是不懂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到很多数值在上面 就是到底是怎样分辨的呢 对对在马来西亚呢 其实一般上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标准值呢 我们就有MGO 我们有TA 我们还有UMF三种 一般上MGO和UMF是MANUKA的专属 他们是用的 TA我们一般上是其他蜂蜜 好像JARA MANUKA也有用TA 那身为一个消费者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们买蜂蜜 我们买到 树木越高就是越好 其实这一个树木呢 它是有几个标准的在市场上 那我们就讲MGO和TA好了 那MGO一般上呢 80左右呢 我们是相等于TA大概是5左右而已 那如果是MGO260多呢 那相等于大概TA10 那MGO830左右呢 TA大概是等于20 那如果我们要找到这个TA30以上呢 MGO要超过1000 那在市场上呢 就是这个TA嘛 超过30的蜂蜜是比较少 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最好观察的就是TA值还是MGO呢 其实最容易看到的 如果最容易看到的当然是TA 我们知道主要是医疗级别的 30以上的就是MEDICAL GRADE的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真的要看MGO的话 我们要怎样断定它是MEDICAL GRADE呢 我们要找到MGO1100以上的 才是属于MEDICAL GRADE 但是我本身是没见过 我本身没见过 对 什么TA是什么 那个 TA呢 它其实就是这个 Total Activity 就是抗菌值 那我们的TA值越高的话 疗效就越强 如果是我们说TA10以下的 那我们一般上是一般保健用 比如说每一天是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如果是TA30以上的 35这些 它是属于医疗等级 什么叫医疗等级呢 就是说我们在喉咙痛啊 咳嗽啊 伤风啊 感冒 那我们只要吃一点点就够了 一小茶匙 那我们可以感觉到疗效是非常好的 那加到Honey 我们看TA值高 30加以上都是MEDICAL GRADE 就是医疗使用 所以他们在澳洲也 医院也用在做直 那个直皮的手术当中 那发炎啊 或什么 它就会插上轻轻薄薄的一层 那非常管用 就是我也试过汉伤的时候 我插在我的手上 那个修复 我发现那修复功能非常好 它不只是消炎 我们是用牙膏 对我们是用牙膏 以前 以前就用牙膏 对啊 都酱油啊 牙膏啊 醋啊 所以就死尽的倒 那后来我发现 我用的加上Honey就反而效果更明显 那你演艺师你提到我刚好 手上呢有一个疤痕 这是心伤啊 不懂 你这个心有多久了 大概两三个星期左右 两个星期挺久了 如果说刚刚发生的时候 你马上抹 那个 那个伤口很快修复 尤其是一般的消炎药 它就是消炎 但是修复功能是另一回事 现在现在还有救吗 这个也是尝试可以回到 再多二三十% 还是可能可以救得到 好好 要不然就再割伤它再来了 要不然就再割伤它再来了 割伤了之后 它反而就可以修复得到了 那最近就是有看到 这个新闻报导就说 就是市场上 就是他们就采集了 77种的蜜痰的样本 然后发现其中 7个样本是完全没有蜜痰的成分 然后另外80%呢 是属于混合蜜 所以我们消费者应该要怎么去分辨 是真假 真假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吃蜂蜜嘛 这个问题非常难 来专家请回答 OK 如果是要100% confirm 这个是混合蜜的话 我们唯有是通过lab report 那个是100%能够确认你 但是如果是我们 因为消费者不可能每一个蜂蜜 都拿去做lab test 对啊 对 但是我们可以从味觉上去分辨 制作一个参考 如果是混合蜜的话呢 它吃到我们嘴巴里面 那我们吞下去我们喉咙会没有这么舒服 好像我们吃糖浆吧 那我们喉咙会痒痒的干干的 色色的 那真正的蜂蜜呢 它吃下去它是非常滋润的 然后会生精 生精就是会好像很多口水流出来 对不对 那蜂蜜本身都有这个生精的作用 但是如果是混合糖浆的话 你会吃到非常不舒服 这个是一个参考 对 然后我们蜂蜜有讲说要分辨真蜜还是假蜜 很容易吧 我看蚂蜜有没有去吃 对对对 有听说过 对 的确有听说过 对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蜜是蚂蜜不去吃的 如果不吃糖的蚂蜜应该是有修行的 所以就是 对 蚂蜜本身就是爱吃甜的 然后它是一个吸管 吸管的进食的方式 那当蜂蜜有了水量 含水量高的时候 它就一定会吃 所以养蜂蜜 最怕的就是说 含水量高的蜂蜜的时候 它们就一窝 就是一窝蜂蜂蜜 就是蚂蜜就会上来侵蜜 攻击这根蜂蜂这样子 所以所有在看节目的 Auntie Uncle Please 所以是 这个是帮肩传说 所以是不能成立的 不难成立的 这个是肯定的 OK 好的 说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 让大家就来尝尝这个 一口黄金的加拉蜂蜜 它的口感到底是怎么样的 哈米坛是由Obsidin加拉蜂蜜 为你特约呈现 Obsidin加拉蜂蜜 是你不可错过的天然珍品 嗯 哦 嗯 咧 咧 咧 咩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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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